亲爱的同学你好 我是音乐老师 就读中大学经济系 我正常是国中英文国文国小国英术 很高兴的会带你一起学习哦 同学的问题是 夏列哥主演的说明和词并确 先就让我为你来一一的解释说明 我们找到答案 第一个选项是小兔子两狗棚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兔子狗棚 那兔子狗棚呢 这个故事就是说 有一天有一个猎人 他命令他的猎狗去打猎一只兔子 那兔子站回来了之后呢 这个猎狗就失去做用 因此被组成食物了 也就是说呢 今天有一个人 他请别人帮助他 那这个人呢 他反而没有去报答 这个帮助过他的人 反而给他一些不好的回报 反而给他一些害处 那这样子呢 就像是一些兔子狗棚 这种利用过帮助他的人之后 却没有给他好的回报 反而加害对方这样子的行为 这次的成语就是 小剑工藏 过河拆桥 得于忘卷 这个卷指的就是吊杆 表示出过利等人事物在事成之后 就被剑起 就被杀入了 并不是指居安思维的意思哦 其中居安思维的意思 我们稍后为你说明 第二个选项 寄生鱼和生量 这个鱼跟量则是在三国时代的周瑜和诸葛亮 周瑜是个风流气场 并且是个非常有智慧的男主 而周瑜呢 他觉得这个诸葛亮啊 为什么呢 但他一样有相当的才智 他们都好聪明 他们可以呢 为自己的盟主 出非常多的点子 可是呢 周瑜可能没办法胜过诸葛亮 因为诸葛亮跟他 可以说是相当程度的强悍 那也就是说 这就是两相当才智的人 他们在暗中互相的交定 我们说人外有人 这个诚 这一项俗语就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就是说 只有强的人之外 还有更强的人 基因人不能够满足现状 就像是有一个人 他非常的优秀 他在学校里面总是拿第一名 后来呢 这个同学 他可能到了高中 到了大学 通过到比他更优秀的人 能够拿第一名 因此他就知道说 哇原来这么强的人之外 他还有比他更强的 所以这题的答案 应该是B了 因为B呢 他是正确的 B选项指是 人比人弃死人 其中这句话就是说 我们不应该再和他人做比较 因为今天我看到一个女生 她买了一个包包 是Chanel的 我好想要哦 可是我 不是用Chanel的 或者说我今天看到一个人 她用的手机是iPhone的 是最新出来的 而我却用的是HTC 那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说跟她比较 我却让我自己不快乐 也就是说我 应该要满足自己 所见有的事情 没有我的事物 我才能够让我生命复制 而这个意思跟虚心的纳线 这件事情有点不一样 因为虚心纳线的事情 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我们对于一个人 我们可以跟他讲他的缺点 那那个人他非常的虚心 非常谦虚的接受 我们对他的一个建议 所以这两个意思不一样 C一定不是正确的答案 那C的选项 C的选项指是生于又患死于安乐 其中生于又患死于安乐 来自孟子的文章 我觉得在之后 大概国二时候会学到 国家在危难中刚强 却会在安全之中忽略违离的灭亡 就是类似这样的文章 那像优患喜安是说 这个国家 他能够生存的下去 是因为这个国家在优患之中 他能够有一些优患意识 他可以防止外国的侵入 他于是就很安全的生存了 反倒是这个国家如果说 他是在安乐的环境 他没有任何的一个威胁 他想不到别人会威胁他的国家 因此这个国家就非常单于安乐状态 他没有办法去防备一些意外灾祸 因此他就灭亡了 也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的去思考这个危机 我们要时时刻刻的保持居安思维的状态 居安思维是来自左传的文章 他指的是说我们在安乐的环境 我们在平安的环境都要想到可能发生的危险 很不好意思的是我不小心打错了 这个不是安乐的环境 这是安乐环境 安乐环境跟平安的环境当中 我们都要想到的是可能会发生什么危险 我们要去避免这些危险 我们要有应付意外事件的准备 这叫做居安思维 我们在安乐的环境 我们会思考危机要怎么处理 他提醒人心蓝策 这个这句话是错的 人心蓝策跟居安思维的意思不一样 所以这题答案呢 同学的问题也是这题答案 答案是第一 寄生于何生量 是感态人外有人 谢谢同学的问题 很高兴能够陪伴你一起学习 同学问题很棒 谢谢 谢谢